国民党立委蔡正元罢免案将在2月14日进行罢免投票 但台北市选委会公告的投票所比9和1大选短少了14个 格兰委团队质疑这会增添民众投票困难 还要求进行一场罢免公开辩论 杠胡来萧摧 杠胡来萧摧 选票来对决 杠胡来萧摧 格兰委计划团队30号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对国民党立委蔡正元提出5000字答辩书 并在脸书上痛批罢免理由是卑利的悟空 格兰委团队决定向蔡正元下站帖要求公开辩论 另外针对选罢法86条罢免不得宣传的规定 格兰委要求中选会回应什么是宣传的定义 没想到得到了回函却说要事后再来个案认定 就算我想要遵守法律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遵守起 因为你不告诉我什么东西才是合法的 什么东西是违法的 对于这次罢免投开票所比九和一大选少了14个 格兰委也质疑 中学会取消高投票比例的投票点 是要替蔡正元护航 他所更改到的地点距离原本的地点 都有超过500公尺以上的距离 而在这样子的情形下 绝对会造成2月14号投票当天 民众对于自己投开票所 要去哪里投开票所 要去哪个投开票所地点投票 造成当天行动的混淆 造成这个投票的困难 距离罢免投票进入倒数两周 各党委除了呼吁选务单位 对罢免投票所地点更改 进行公告而让民众了解外 也将举行一连串的活动 鼓励民众踊跃出来投票 新唐人咬在电视 陈灰谋 姚汉宇 谭曼特别报道